開始 其實柏榮的資歷 我對他是很有信心的 因為他的資歷就是 跟一般的選手的資歷比較不太一樣 他曾經是爬到頂峰 然後在日本四年又有一些挫折 所以他最高他也嘗試過 然後在谷底他也嘗試過 這是他的經歷 所以在符合他現在差不多三十歲上下的年紀 所以他各方面都非常成熟 所以我想由他來帶這些年輕選手 我是覺得可以讓這個球隊可以更提升 他是一個讓這些年輕選手可以去模仿追求的對象 因為前幾天就收到這個訊息 接收到隊長因為球隊很多年輕選手 那洪總然後跟球員這邊 希望藉由我的職棒的經驗 然後傳承給這些年輕的選手 自己有沒有身為隊長 最想要傳承給學弟們的 或者是定了整個核心的經驗 我覺得就是告訴他們說勇於去挑戰 不要在球場上不要去害怕失敗 那失敗的東西就是當作是我們在成長的一些 進步的一些過程 我覺得在因為他們現在都很年輕 也是說今年球技才剛要打一軍 那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很多 因為有高低潮 那接下來就是再怎麼講 在最低潮的時候 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去面對 不要去抓牛角尖 因為正義是一個自我要求非常高 那他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態度還有他的品性什麼都是我覺得都是很nice的 而且他每一次人家練完球 他的自己的去再想要突破 再想要進步的那一種心態是非常強烈的 我們說這種人來當副隊長的話 當然他可以做一些模範 讓底下的人去追尋 去學習 這個我們在選 比如說柏龍 他當然是我們球隊的看板 那我選柏龍不是因為他是我們球隊的看板 也不是因為他的名氣比較大 就選他當隊長 我是選 我是覺得以他的資歷 以他的那個整個棒球的成長過程 是非常豐富的 那在當然他知名度也夠 那年紀也差不多在我們球隊 差不多中間的 所以由他來領導這個球隊 我想是蠻適合的 那正義當然是年紀比較輕 有時候隊長要交代一些副隊長要做的事情 這樣會比較容易溝通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樣的選擇 還是會給用朋友觀看 是不是啊 你看看